好我们来看一下 因为其实下个月就已经是农历过年 所以许多人可能会去年货大街来采买 尤其过年当然是少不了一些 比较好一点点的食材啊 像是乌鱼籽或者是干鲍鱼 干的这个干贝要拿来熬汤用的 但是有许多的可能家庭主妇 买了就把它直接放到冰箱里面 可能冷藏或者是冷冻 觉得只要放在冰箱里面 就可以是长期的这样保鲜 就放到自己都忘了 因为包含连我妈 我们家里有两个冰箱都还是不够它冰 所以我们来看到有网友就分享了 她在整理家里的冰箱的时候 发现竟然有个冷藏五年的乌鱼籽 表示是婆婆把这个乌鱼籽 放在冰箱冷藏 放到五年自己都忘记了 所以她就把照片拍下来 问大家说还能不能吃啊 那这个特写的照片可以看到 这个乌鱼籽是有点变黑了 然后透着一点点就是 一点点的小白点 一点一点的在那一边 那就有网友啊 很多网友就回闻说 这个你不敢吃那就给我好了 这个是一个很顶级的食材 叫做鞋子 但是真的是这样吗 那我们来听一下 干货业者的现身说法 这个很明显啊 第一它整个都是暗沉的嘛 然后又长霉啊 看起来就是长霉的样子 那怎么能吃呢 基本上乌鱼籽 新鲜的乌鱼籽 它不管它的色泽偏红偏橘 基本上它都是有光泽 有亮度的 那才是新鲜的 我所谓的亮度 不是你给它上油的亮度 是它本身就有那个金 那个金黄色的光泽感 好 干货业者帮我们家家解惑了 这个其实是已经发霉了 而所谓的鞋子呢 其实就是乌鱼在打架的时候 有一些这些血会跑到乌鱼籽里头 它的颜色呢会带一点深棕色 但是刚刚的照片是已经有点 绿到发黑了 然后又一点点的小菌斑 那其实呢 像这乌鱼籽 如果你要保存的话 因为现在都是真空包装 所以常温可以放三天 如果是冷藏的话 是大约是三个月 冷冻也不要超过一年 那除了乌鱼籽之外 其实干货大家常常会买的 还有这个干贝 就是熬汤要用的 所以如果您常温的话 大约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也就是可能最长就是到半年 跟冷藏的时间差不多 冷藏或者是常温下 都不要超过半年 另外呢 冷冻的话 则可以放到长达是三年的时间 另外呢 像这个干包鱼 干包鱼它可能都要再发泡 所以它变得比较的干燥 所以呢 您只要放在通风处 就可以保存的好 但是要提醒各位观众朋友 因为啊 其实台湾的天气 是比较潮湿一点点的 除了像是没雨季之外 像是我们在冬天的时候 北部地区也常常会下雨 所以导致呢 空气的湿度会比较高一点点 这些对于保存干货 都是比较不理想的 所以呢 在保存干货的主要诀窍 就是要放在通风处 让它有风可以通风 但是也不要潮湿 再来就是不要把它盖起来 闷住了 这样子呢 才可以让它永续保存 那当然哦 当然东西买了 最好是快点吃 不要放太久 以上的资讯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